国家副主席李源潮4月24号在北京会见了塞舍尔人民党总书记副总统丹尼·弗尔一行 李源潮说中赛有着特殊友好关系 中国愿秉承真实亲成方针与塞舍尔加强海洋经济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愿深化同塞舍尔人民党的关系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推动两国发展目标和繁荣愿景早日实现 福尔说塞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一直得到中方强有力支持 塞深表感谢并期待两国两党间更加密切的合作